女生寝室第三步 第二集 现在 苏叔正对着寝室的窗户 八月的夜风断断续续从那里侵袭进来 带来积蓄清凉 苏叔不喜欢开着窗户睡觉 他总担心会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溜进来 比如 盗贼 从小他就是一个胆小的女生 害怕一切陌生人 更别说是那些坐监放科的小偷和强盗 在他的记忆中 睡得最安心的时候 就是童年的时候在外婆的怀抱里 但是寝室里的其他三个女生 却坚持着要开着窗户睡觉 说这样通风对健康有益 三比一 少数服从多数 苏叔只有让步 结果自从他来到南疆医学院读书之后 每晚睡觉的时候 总是疑神疑鬼 休息得很不好 苏叔一度怀疑自己患上的神经衰弱症 想抽时间去医院做个检查 却一直没有时间 起风了 先是微风徐徐而至 然后风加大扑面而来 接着是狂风呼啸怒嚎 今天的天气也有些怪 昨天立秋 功力却只是八月初 正是酷暑难耐的时候 不知怎的竟然变得如此的阴森 没有固定好的玻璃窗 在狂风的肆虐下野蛮地撞击着 光荡之下 苏叔跳下床 奋力关好玻璃窗 狂风怒嚎 明月却依旧 灰白的月光 透过玻璃窗投入到寝室 映出淡淡的人影 苏叔刚松口气 突然 他看到玻璃窗上有人影晃动 刹那间 整个身体都僵住了 目瞪口呆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本来玻璃上反射的 应该是他的容颜 可是现在他所看到的 竟然是一颗极为恐怖的头颅 他清清楚楚地看到 这个头颅下面 根本就没有连着任何的机体 头颅上披着乱糟糟的长发 遮住了面容的大部分 裸露的一双耳朵竟然是像血一样 艳红的红色 这个头颅 嵌在玻璃中 就这样一直地盯着苏叔 说有多诡异 就有多诡异 苏叔头皮发麻 一股凉气从脚底直冲脑门 两腿软绵绵的腿肚子直打颤 忽然 一阵风吹过 扬起头颅前面的长发 露出他那张神秘 恐怖的脸 那是怎样的一张脸呢 鼻子被削去了 只留下两个空洞洞的鼻孔 渗着暗红色的血丝 里面的肉块与骨头清晰可见 随着头颅的摆动 还在微微地颤抖 一双眼睛竟然没有瞳孔 完全是死于肚一样的 惨白色 悠悠地在盯着苏叔 嘴紧紧地抿着 不对 不是抿着 而是上嘴唇与下嘴唇都被缝在了一起 根本就没办法打开 苏叔被吓得往后退了几步 瞪大两只惊恐的眼睛 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 如果不是两只手在后退过程中 本能地扶住了床头 他早就瘫软在地上了 这怎么可能呢 按照物理学中光学定理 玻璃里反射出来的 应该是他自己的容颜 难道 自己的真实容颜 竟然是这副模样吗 不 不是的 苏叔有一种感觉 玻璃里面那个可怕的头颅 和他没有一点关系 绝对不可能是他自己 这是一种 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主观感觉 但往往是正确的 那既然不是他 这个可怕的头颅 又是谁呢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玻璃里呢 喉咙里渗透出一些苦涩的液体 肾上线紧急的收缩 苏叔叔在巨大的恐惧中 勉强保持着镇定 眼睛一眨不眨 他生怕会有什么灾难性的事情 突然降临在自己的身上 他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 果然没过多久 苏叔听到了一阵 咯咯吱吱的刺耳的摩擦声 似乎就是从那玻璃里发出来的 那个头颅 竟然要从玻璃里端出来 面容被散乱飘扬的长发 半折半掩 狠毒的眼神隐藏着凌厉的杀气 穿过空间的距离 穿透了苏叔的眼睛 苏叔的眼睛一阵的刺痛 仿佛被尖锐的颜值给扎了一样 含义禁锢 苏叔张了张口 尖声大叫 可是声音小得 连着自己都听不到 他的眼前一片金星乱雾 差点要晕过去了 当他的视线再度清晰的时候 那个可怕的头颅 正从玻璃中缓缓地探出来 硬生生将玻璃拱成了弧形 那个头颅 在奋力地往外冲突的几下 没有成功 而咯吱吱的声音也陡然停止 拱成弧形的玻璃也不再弯曲 一切都停得下来 头颅在养精续锐 固定在那儿凝视着苏叔 苏叔打了个哆嗦 不敢看 可是又不能不盯着头颅看 他甚至可以看清楚 他那嘴唇上密密麻麻的针孔 上面渗出了点点的血珠 过了一会儿 头颅又开始发力 渐渐冲破玻璃的阻隔 一点点地往外端 苏叔眼睁睁地看着 动念不敢动一下 终于 砰的一声 那块玻璃破裂 头颅的整个部分都从玻璃里钻了出来 兴奋地摇了摇 长长的乱发 越发显得诡异 然后他徐徐飞到苏叔的面前 几乎就要顶着苏叔的鼻子 冷冷地对视着 这是怎样的一张脸呢 苏叔心跳加速 全身疲弱 颤都站不住了 纤细的身体在颤抖不已 他的两只手越来越没有力气 以至于靠在床沿上 都无法支撑他的身体的重量 他实在忍不住了 软软地瘫倒在自己的床铺上 随手扯过毛毯 紧紧捂住了自己的嘴 如果不是求生的本能支撑着他的信念 他早就晕过去了 他从来没有面对过如此恐怖的场面 但无论如何 他也要坚强地活下去 那个头颅似乎看穿了苏叔的心事 他冷冷地笑了 如果那也算是笑的话 苏叔只看到 那个头颅的脸颊上 有几块脸皮轻轻地扯动 仿佛死水微蓝 轻轻地荡漾了一下 嘴唇依然是紧紧地抿着 上面的血珠 因为刚才的笑容 而显得更加的鲜艳 然后 那个头颅黄缓地上升 飞出了苏叔的视线 飞到了 沈佳月的床铺上 苏叔不敢妄动 不敢乱叫 呆若目击地躺在那 女生寝室里又寂静了下来 远远传来不知名的秋虫鸣叫 苏叔等了一会儿 没听到什么响动 壮着胆子站起来 偷眼向沈佳月的床铺窥 沈佳月睡得正熟 苗条的身体自然地卷起 散发着妙龄少女 做特有的淡淡的香气 她对着窗外侧握着 苏叔没有看到沈佳月的脸 她的脸被一个乱发飞扬的 后脑勺挡住了 是那个恐怖头颅的后脑勺 苏叔总算是明白怎么回事了 那个头颅竟然在慢慢地 在欠进沈佳月的脸 她欠得很小心 很缓慢 似乎生怕惊醒沈佳月 苏叔想起了平常看的那些恐怖电影 这就是传说中的鬼上身吗 她想救沈佳月 却又怕救了沈佳月后 自己去惹祸上身 她犹豫不决 那个头颅竟然完全地欠进去了 苏叔伸手去 她想推行沈佳月 而就在这一刹那 沈佳月的脸突然变了模样 变成那个恐怖头颅的模样 恶狠狠地瞪着苏叔 那仿佛一刀凝结了千年的冰柱 陡人射进苏叔的眼中 彻骨的寒气从眼睛里直透全身 一只紧绷神经强自支撑的苏叔 再也支撑不住了 还没来得及尖叫 整个人就晕了过去 软软地瘫倒在了地上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 一道黎明的曙光 穿透窗户的玻璃 射进了这个女生寝室 旭日出生 朝霞满天 南疆医学院里一片鸟语花香 女生宿舍又开始热闹了起来 苏叔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是躺在床铺上 他揉了揉眼睛 对着上铺的床板 陷入了沉思 昨晚发生的那些事情 历历在目 大白天想起来也会感到心惊 奇怪 苏叔喃喃喃自语 奇怪什么呀 沈家喻从上铺蹦下来 生性活泼的他像是一只小白兔 做什么事都是风风火火 没有一点女生的矜持和温柔 奇怪的是 他这种性格居然在学校大受欢迎 居然有很多男生称赞他很可爱 喜欢和他交往 喂 没什么 苏叔好奇地盯着沈家月左看右看 看得沈家月都有些不好意思 干什么呀 这样四眉眉看着我 是不是春心荡漾 想找老公啊 嗯 那我就勉为其难 当你的老公好了 来 好老婆 不许一个 沈家月做事要亲苏叔 去你 你才春心荡漾 苏叔推开了沈家月 这个情势里 只有他和沈家月 没有男朋友 来嘛 爱妃 不要害羞嘛 沈家月不依不饶的 昨天晚上 还是正抱你上床的 苏叔正了正 啊 你 你 你抱我上床 对呀 我昨晚半夜醒来呀 看见你睡在地上 哎呀 这么大的人 睡觉都睡不好 还掉到地上 幸好你的床破癌 要不然肯定摔疼你了 我抱你上床的时候 你睡得正香呢 叫都叫不行 还好 爱妃的身材也够苗条 如果再重一点 朕就抱不动了 这回苏叔 彻底愣着了 照沈家月这么说 自己昨天真的是 晕倒在了地上 那昨晚发生的事 真的不是在做梦吗 怪不得自己总觉得 身临其境 不像是做梦 原来昨晚发生的 那些可怕的事情 都是真实的 那接下来 苏叔不敢想下去 金黄色的阳光 照射在他的身上 但是他完全感觉不到 一点的暖意 他总觉得身边有阴风阵阵 凉气逼人 苏叔转过脸 看向了窗户上的玻璃 其中有一块 竟然真的破裂了 沈家月还在身边 张着嘴 兴致勃勃地说着什么 但是苏叔已经完全地听不见了 他看到的是沈家月的影子 淡淡地反射在其他的玻璃上 而那里面呈现出来的身体 是沈家月的 但是 面容却是昨晚上所看到的 那个可怕的头颅的 没有瞳孔的 惨白色的眼睛 正在悠悠地看着他 皮笑柔不笑 流露出 掩饰不住的 得意之情 小妖察觉到苏叔的异样 轻轻地推着他一下 在想什么 没什么 苏叔回过神 再看玻璃里的人影 依稀是沈家月的模样 小妖语重心长地说 苏叔啊 你是不是想事情想得太多了 你啊 太孤单了 老是这样混不手舍的 我看你还是找个男朋友 谈谈恋爱 享受一下爱情的滋味 这样才会幸福快乐一些 嗯 是吗 苏叔故作沉思状 你说的有道理 只是 我是学你呢 还是学星星啊 小妖长得并不算特别漂亮 但是笑起来就很甜 两家露出浅浅的酒窝 黑宝石一样明亮的双眸 流露出万种风情 仿佛像是林家女孩一样 特别的妩媚 她的一贫一笑 牵动着很多男生的心 让他们是彻夜难免 骨头发酥 这入学才一年 追她的男生已经排成了长队 从星期一到星期天 陪在她身边的男生 几乎就没有重复过 她整天为选谁 来陪她打发时间 而感到苦恼 用小妖的话来说呀 我这么年轻 当然要多认识 几个优秀的男生 以便从中挑选一个 最优秀的 来陪伴终生 而星星则不同 星星是一个很特别的女生 所有看过星星的人 无论是男是女 都会油然而生出一股 恋爱之情 想把她拥入怀中 好好地宠爱 星星 她娇气 温柔 文雅 活脱脱就是一个 古典美女的形象 和小妖不同的是 星星对医学院 所有的男生 一概不予理睬 除了那个叫做 秦渝的姓影儿 这个秦渝呢 既没有帅气逼人的长相 也没有傲视不苏的才华 在南疆医学院中 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 她能成为星星的男友 也许只是因为 她和星星青梅竹马 进水楼台 先得悦了 小妖嬉皮笑脸 当然是学我呀 学星星那个傻瓜 做什么呀 我这里呀 有很多优秀的男生 备选 你要是需要的话 我帮你参考参考 苏叔没心思 和小妖开玩笑 那些啊 就留给你自己 慢慢选吧 今天有什么安排没有啊 是不是又会 那边摔根去逛街呀 现在是暑假期间 南疆医学院里的 大多数学生 都已经回家了 苏叔他们四人 却各有各的原因 没有回家 还住在女生起室里 平常这天一亮 大家是各忙各的 难得在一起集体活动 小妖的眼珠转了转 望着一直没有说话 捧着一本 唐诗三百首 看得入神的星星 我们倒是无所谓 想要帅哥陪 哪天都可以 倒是星星啊 星星听到 有别人叫他 还没有完全从 阅读唐诗的情绪中 跳出来 他有些迷茫 啊 叫我做什么 沈家月一声不响 走过来 伸手夺过 星星手中的 唐诗三百首 哟 此情可待 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枉然 我说星星同学啊 怎么看这种伤感的诗啊 你能体会到 诗中的意境吗 要知道 你现在可是生活在 比蜜还甜的 幸福日子里啊 星星撇了撇嘴 难道你们就生活在 水深火热中吗 整天没说 就知道欺负我 我哪敢欺负 星星美女啊 你可千万不要这么说 我可是有点怕你那位 什么叫你那位 他那位 说话这么酸 小心没人要 嫁不出去 沈家月吐了吐舌头 哎呀 苍天哪 我不过是拿了别人一本书 就被人下了这么恶毒的诅咒 这还有天理吗 看到沈家月的怪模怪样 苏叔的心情也略微好了一些 心里虽然还是沉甸甸的 但是总算能够把那些疑团 暂时的抛到一边 再次讯号码 我再次讯号码 稳 65 雷 作人 我再次讯号码 小人 有可能 我再次讯号码 我这样